身心靈的一些东西 其他的武术的一些东西 所以他们现在把那个System 学的东西应用到很多的范围去 其实不是应用到很多范围去 而是那个领域的人来学System 他把他学到的东西 放到他学的东西里去 然后这就变成了一条路了 变成一个发展的方向 所以我觉得他们出来 他们出来太快 那个根基是好的 但是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 把那个根基扎稳 把那个根基扎稳 就是我System到底是什么 他们没有这个时间 所以你看现在发展下来 就看到说很多种 很多种 台湾这一种 然后在西方科 日本 日本有一个最常出现的 哦 对啊 那两个人都很像耶 不知道老师您说的 他们的前面一个应该是有一个胖高高 对对对 胖的那个好像 那甚至高高比较瘦 看起来动作就像是在模仿上 对对 那模仿上的动作 不代表你用的是内 对 啊 跟现在练 练太极拳什么的一样吗 他只是把动作做的很轻 嗯 而且大部分 我最近又看了一些 在我脸书上面有一些学生捧他们老师 说他们老师练得多厉害 一些名师 现在的名师 有这么厉害吗 练到这么深吗 我去看他们练 没有 没有胯 胯根本没有沉下去 但是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你没有人去严格要求你的时候 没有人去跟你讲重话 讲真话的时候 你是分不出来的 你是分不出来的 比方他们把这个 松这个胯 他是把胯压下去 往后压 他把这个叫做落 这个叫做落 那就错了 是不是 那你自然下去 那你自然下去它叫落 你压下去 你压下去就不是落 还有很多 因为太极拳有一个很吊诡的地方 就是当你练 就是当你练慢了以后 当你练慢了以后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是怎么在动的 像没有动 当我做快 我的动作做出有力跟快的时候 我可以很清楚地知道 我用的是什么力量 可是当你做得很轻很慢的时候 你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力量 你不容易分辨 他只是把动作做得很轻很慢 可是很轻很慢 不代表 第一个不代表你有松 第二个不代表你用的 你用的方式 你用的身体的部位是正确的 但是当你变轻变慢的时候 你就分不出来了 所以这个非常吊诡 本来是让你变慢 是让你去察觉 让你去察觉 可是当你变慢了以后 你以为你很松了 所以这个 现在练的就是 他没有一个系统 没有一个系统在走 也没有老师真正的感 真正的感 去严格地纠正学生 知道吗 所以这些地方 这些地方都跳过去了 但你跳过去以后 跳过去以后 你就以为这个是对了 那这以后就很麻烦了 又是另外一回事 气感 那气感这个东西 也是一个很含混的名词 因为当我们不用力了 你平常是用力的 当你不用力了之后 然后你比较专心了 第一个 你的威血管 你的威血管 平常你用力的时候 威血管 它是血液量比较少的 我们身体有 绝大部分的威血管 都没有使用到 是不是 所以当你放松 你在做很慢的运动的时候 那个威血管 会被慢慢冲血 这个时候你会有什么 你会有氧 麻 这个东西 你会被称为气感 那其实并不是气 跟气没有关系 跟气没关系的 然后你放松了以后 你平常用力的地方 你放松了以后 你有一种释放感 有一种释放感 有一种重量感 那也会把那个东西 叫做气感 那比方讲你在做深呼吸 你做深呼吸的时候 你做到很满的深呼吸的时候 你的头 你的身体会有一种 比方讲有一种疏通感 你在吐气的时候 有一种流动感 是不是 也把这个东西会叫做气感 那它不是 它其实是身体的内部 你平常没有开合的地方 它做到开合了 所以大家用这些名词 用得太随便了 因为现在练太极拳的 还有我早期接触很多新时代的 练那个身心灵的 他们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理论根基 他们不是发展出一套他们的理论或者专有名词或什么这一类 然后来教他们的东西根据他们的理论 不是的 他们是根据感受 当他要形容他的感受或者他头脑的认知的时候 他听到了中医有一个这个名词 他就把他抓来用 道家有一个这个名词 他把他抓来用 佛家有一个这个名词 他把他抓来用 儒家什么经典 有一个这个名词 他把他抓来用 他不去探究这个名词背后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他用那个名词来做重新解释 那后来一些练太极拳的也是一样的 从经典里面乱抓名词来用 所以当你把这个名词用到你的上面的时候 那是你自己的一个感觉跟定义 它不是一个普遍的 所以大家随便用了之后 这个名词就死了 这名词变得没有意义了 因为你讲一个气 我不知道你讲的是 你讲的是什么 是不是这样子 那到这种状况的时候 那个气这个字就没有意义了 它无法达成我们之间沟通的那个效果了 就没意义了嘛 所以我说你们在练的时候 要以自己的感受为主 要以自己的感觉为主 不要马上的把你的感觉 把你的东西马上跳到一个 一个既有的一个名词上去 用一个名词来取代你的感 感受 这个东西很容易错 很容易错 就像到国外去 国外知道阴阳嘛 我说过嘛 你讲什么东西 它马上跳到那个结论 哦 阴阳 那你马上跳到阴阳 我底下的话 底下的话就不好讲了 是不是这样子 因为我不能说你错 可是我也不知道 你体会的阴阳是什么 我不知道你讲的阴阳是什么 是不是这样子 而且我讲的不是阴阳 我讲的是阴阳之间的这些事 阴阳之间的 这个 可是你马上跳到一个名词的时候 已经没有办法讨论了 所以现在有很多 我们在练啊 或者看文章看什么 但是有那个 有看我的影片的 国外的 他写文字 写文字来问 接下来什么 我回答了几次 我就说我没有办法再跟你讲了 我没办法再跟你讲了 因为什么 就像刚刚讲的 我说落跨 他说他落跨 他说他落跨之后要怎么样 可是我不知道你的落跨 跟我讲的落跨是不是一样啊 那还有人拍影片 拍影片给我看 那个影片我也没办法判断啊 我判断了我也没办法跟你讲啊 难道我还去自己拍影片 再发给你看吗 是这样子 我就说你仔细看 你看我的教学影片 你自己仔细看去体会吧 那有一些是看了我的影片 他真的到那个程度了 他到那个程度了 他懂 然后他问一个问题 我知道他懂 我们就可以再往下讨论 所以很多的时候 这种东西 这种东西很难 很难 包括刚刚谈到的有很多 我们明明看到 我也给你们看过嘛 然后太极拳啊 八卦啊 什么第二代 我们看得到的照片的最早的一代 他的动作是这个样子 他的第二代就变 第二代就没有了 就变了嘛 那他变的那个东西 难道他当初他师父教他的时候 他师父 他师父不知道吗 或者他是学的人 他如果跟他的老师这么久 难道他不知道吗 难道他没看到吗 但是以结果来讲的话 他确实是没有啊 那他确实没有 可是他还是继续用他的师父 用的那些名词 来解释他的动作 再教给下一代 这个时候这个名词 包含的意义就错了 这样有没有动 所以变得很难讨论的 文字更难了 所以武术这个东西啊 练这些东西啊 我讲过以自己为参考 以自己为参考 所以你要很仔细 你的心要在 你要能够体会你自己 你自己在做什么 这些东西啊 好 好 好